大家好,我是尔柴 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MacBook Pro 昨天新升级了最新的操作系统 MacOS Big Sur 11版本 升级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卡顿 经过一天的排查 这个卡顿的原因终于被我找到了 做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先看一下我的电脑卡顿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用鼠标 是外接的USB鼠标 鼠标型号是罗技的G502RGB 我们注意看下面的那个Duck栏 我鼠标移动速度很慢 但是能看见明显的卡顿 如果我移动的快一些 它会卡死 这是一种卡顿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现象 窗口最小化的神奇效果 放大 缩小 是不是看到了卡顿 在放大时出现了卡顿 再看第三个效果 就是拖拽窗口 有明显的卡顿 窗口很不跟手 这三个视觉交互卡顿 很影响用户体验 我在网上也搜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退回到上一个版本 10.15 我遇到这个问题 也尝试过很多解决办法 比如重置SMC 还有重置缓存 都没有解决卡顿问题 现在终于明白了 问题出在这 现在我不用USB的鼠标 我开始用触控板 是不是丝般的顺滑 不管是多快 它都是丝般的顺滑 这种流畅度又回来了 我再换鼠标 再换触控板 然后再看第二个效果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拖拽 特别跟手 特别跟手 其实遇到这个问题 也不是我这台电脑的个案 我在苹果的社区网站 看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认识英文的 我用了自动翻译 这个用户 他也发现了 鼠标之后 在最新的操作系统下 鼠标发生了之后现象 他用的也是13寸的MacBook Pro 只有有线鼠标才会出现 因为触控板和无线 都可以正常工作 直到它被修复 我用了两个鼠标 都是逻辑的有线鼠标 效果是一样的 都会卡顿 这是系统的bug 等待修复就可以了 现在系统的版本是 MacOS 11.01 我这个笔记本电脑是 2013年末的 13英寸的 是第四代的 i5酷睿处理器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Oxia 我们下次见